我身后就是五松打虎的井阳岗 五松当年喝的到底是什么酒呢 怎敢喝十八碗 他有没有打过虎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相信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五松庙 一块石碑竟然告诉了我们答案 谁说井阳岗没老虎 呦这是什么 大老虎 三碗不过刚 这里原言就是井阳岗最有名的酒家 他家的酒以猎出名 也就是说喝上三碗 就没有人敢从这个地方走了 因为有猛虎的出现 五松偏偏不信鞋 连喝了酒家十八碗酒 竟然还打死了一只老虎 你说他的酒是碰见了假酒呢 还是红牛呢 这都不是 据专家考证 原先在北宋时期 五松喝的酒是啄酒一杯低度米酒 重点来了朋友们 这里据说就是五松当年打虎的位置 你看这个石头像不像一个天安形成的市场 五松从酒家那里喝了十八碗酒 来到这个地方 突然有一些罪意 躺在这里竟然睡着了 突然之间有一个猛虎 你看就在那里 就朝着五松 直接奔了过来 五松当时手急眼快 毕竟是普通出身啊 一下子就扑到了猛虎的身上 框框又是几圈 把老虎给打死了 五松从此也变成了大虎英雄 一千多年过去了 老虎变得很可爱 那么五松到底有没有打死过老虎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在我身后就是五松庙 里面供奉的就是五松 旁边有一个石碑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 它写的是五松打虎注 据专家考证 这个石碑是南宋初期立在景阳港的 也就是说北宋末年发生的五松打虎 到了南宋也仅仅相隔了几十年 是不是可以验证 当时南宋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五松在这里打过虎 最起码不是明朝时期 捏造的五松在这里打过虎 很多人都不相信 几圈港真的存在 还以为只存在于水浒传小说当中 这三间庙宇虽然不大 但是它叫山神庙 始建于北宋时期 它就告诉了你一点 原先在以前的时候 这里也是一个土港 要不然如果地势低的话 它只能被供奉为土地爷了 所以说景阳港在山中是真的存在的 观众点不瞎 为中国历史点赞 下一期我们去看一下 五松斗打西门镜的狮子楼